警車看進安靜的住宅肖像內 要趕緊上樓查看 因為大樓裡發生了命案 有舅舅砍殺外申 衝突發生當下 雙弦的母親衝出家門求助 鄰居看到他全身都沾到血尖 簡直嚇壞 趕緊報案 事發地點就在新竹市東區 一個社區大樓內 9號晚上9點多 50多歲的曾姓男子 與同住26歲的流姓外甥 發生口角爭執 曾男儀器之下 跑到廚房 拿生魚片刀攻擊外甥 80多歲的母親 看見上前阻止 也遭到波及受傷 只好趕快下樓求助 疑因平時生活感情不目 發生口角 警方於現場即逮捕犯嫌 全案報請新竹地檢署相宴 流姓外甥手和大腿四到五處都有刀傷 背部也被砍了九刀 警銷到場時人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最後送醫後仍然宣告不治 另外曾男母親手掌也有多處刀傷 你跟外甥洗什麼爭執 我們現在有沒有覺得很後悔 三人同住一個屋眼 但舅舅與外甥疑似長期不和睦 警方逮捕後 曾姓男子的情緒仍然不穩定 也難以製作筆錄 後續袁警也將持續溝通 釐清到底是什麼爭執 需要將親人砍傷致死 TVBS新聞 陳世銘 藍庭 新竹 三方報道